相信关注台湾电竞圈的粉丝们 对于台湾职业电竞队伍闪电狼 选手大哥Tom60229 陈威玲这个名秽肯定不陌生 经过了三年的陈浅 Tom60229磨练着自己的实力 终于让他在今年初 如实战绩HCT世界总决赛 拿下了最高荣耀 为了多得冠军 大哥每天都练习10个小时以上 面对这样高压的练习 今年的他表示 真的想要好好放松了 夺得鲁石战绩世界冠军之后 Tom60229的一举一动 都受到了玩家的注目 信头科特别邀请到了大哥 来探探扎这一年的规划 与本周末鲁石战绩 Yahoo名人Party Party 规划 也没什么特别的规划吧 就是继续开实况打比赛 应该说今年没有什么特别明确的目标 明确的目标应该是再怎么样也要让自己感觉到有放松感 也没有什么机密集就反正就是 就都做啦就是 实况的时候练比赛 反正两个基本上是差不多在一起的东西 主要是想让观众大概知道我们平常练牌在做什么 其实平常真的大赛前真的游游牌主要测 大概也是这样 场数应该也差不多 可能会稍微少一点的10到15场 主要是抓出那个感觉 就是抓出这个对战到底哪边比较优势的感觉 然后到底是用什么拍也认真 反应怎么样 呃...不好也不换 不过还是蛮多人一直在问 什么时候要开始啊 其实还是有人在期待 我一定会赢了 而且我那一组也是天梯特别强的人啊 没什么理由我们这组会说 其他组 其他组爬天梯都不太行哦 你觉得你们这组优势在哪里 就单纯的很强 天梯最强了 三比赛也是我们最强 对啊比赛也是我们最强 反正就是我们最强 对哦 学习哦 学习也不用讲什么 学习都这么熟了 而且这个比赛是打天梯的 完全不用担心他 不用担心 如果是打比赛的话 我可能会有点担心他又紧张了 对手 也不用这样啊 反正他们就已经是被我胡适了一拳 哈哈哈